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5月6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5号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 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 因时因事不断调整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今年3月以来 经过全国上下努力童心并肩作战 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实践证明 中国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中国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中国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中国打赢了武汉保卫战 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会议强调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中国是人口大国 老龄人口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 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 将受到严重影响 要深刻 完整 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 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坚决克服认识不足 准备不足 工作不足等问题 坚决克服 轻视 无所谓 自以为视等思想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毫不动摇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 做斗争 会议指出 坚持就是胜利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信心 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坚决助劳疫情防控屏障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会议强调 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 应检进检 应格进格 应收进收 应制进制 协调联动核酸检测 流调 隔离转运和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 确保感染者和风险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住 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 强化区域协防 省内统筹 把防控的人力物资备足备齐 做好疫情应对准备 要及时完善防控措施 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力度 不搞简单化 一刀切 同步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 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要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外防输入 要把人物环境同房要求贯彻到位 压实行业责任和单位责任 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打好人民战争 加强信息发布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 自我防护意识 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义务 落实个人 家庭等日常防护措施 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助劳群防群控防线 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克服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 全面动员 全面部署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争的行动 抓时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继续冲锋在前 顽强拼搏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对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 要加以宣传报道 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团结一心 做好抗疫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多省市持续有散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 其中河南郑州市在4号新增了阳性病例28例 包括确诊5例 无症状感染者23例 那全市在5号进行了核酸检测 辽宁省营口市则是从5号起实行封闭式管理 而疫情缓和的黑龙江则是逐步解除 主城区社会静态化管理 郑州市政府表示 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 针对可能出现的隐秘性传播 采取了区域核酸检测与重点轮群核检测相结合 压查推进的举措 尽快排杆捞进潜在感染者 截止中午12时筛出阳性六管 均在重点人群中发现 目前全市已启用隔离酒店 109家 8229间 正在集中隔离 8,096人 方舱医院也正在加快建设中 辽宁营口市5号零时起 主城区的住宅小区 村社区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 市民非必要不离市 却需离开营口 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并向所在社区报备 当天并启动了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针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居民 工作人员会上门采样 哈尔滨市连续六天社会面清零 4号起逐步有序解除 主城区社会静态化管理 各类行政省批服务大厅等窗口单位 恢复现场业务办理 首先是出行购物等方面 包括解除私家车尾号限制 恢复地铁运营 恢复各类商场 日用消费品批发零售市场等正常经营 其次是有序恢复了 理发 洗衣 气修 建材 母营用品经营 以及日常生活线下缴费 此外自5号零时起 哈尔滨市各中小学校 有序分批复学复课 并实行四个措施 措施上下学 措施上下课 措施活动 措施就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面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给大家做一个点评分析 郑先生早 郑先生早 王峰 杨子你们好 面对着目前内地疫情散发多点的情况 如何去面对呢 我们首先来看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5月5号召开了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新华社也发了通告 虽然在这个稿件的最后 还有一句话说 这个会议还讨论了其他的事项 但是从通稿的主要内容来看 昨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主要讨论的 还是我国的疫情的应对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两年多以来 新冠疫情给全球 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但是从现在疫情的变化形式上来看 确实给如何来防范疫情 提出了不少新的一些课题 那么如何在新的情况下 特别是疫情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的情况下 坚持动态清零 坚持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这样的一个总方针 确实是受到考验应该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内地 疫情的反反复复 确实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的声音 有怀疑的 有认识不清的 甚至于有否定动态清零 总体防疫政策的 那么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立场的问题 甚至于那么根据政治局常委的这次会议 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路线问题 这次的会议主要的 它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对当前我们国家 动态清零这个总体的方针 一锤定音 还是要坚定的来坚持动态清零 这个主要是因为 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 我们的整体的公共的医疗的 这种能力还有所不足 那么如果不坚持动态清零的话 疫情一旦爆发 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生命正常的生活生产的情况 会带来极大的一个冲击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都是不可能和中国来相比较的 因此坚持动态清零 坚持应减减减 应收尽收 应治静治 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方针 证明它是正确的 第二一部分 当然就是对当前疫情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 新的情况 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那么特别是对人民的一些生活 这个医疗物资 还有呢就是砍病 就医这些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那么一次呢 我觉得呢 这次的政治局常委这个会议 一方面是要不论反正 要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当前洞察清零 这个总体的政策的 它的正确性科学性 同时呢 也对未来一段时间 如何来积极的 更加积极主动的 来适应当前疫情一些新的变化 特别是人民的一些诉求 来进行调整 是一个宗旨 王峰 好 谢谢郑医生点评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进一下 关于俄乌局势的最新情况 俄乌战士呢 已经进入到了第十一个星期 首位乌克兰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 亚素营部队 指责俄军是继续不停轰炸 破坏停火承诺 使得仍在场内避难的数百名平民 当天无法按照计划撤走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培斯科夫则否认了俄军 向钢铁厂开火的消息 表示总统普京并没有对俄军 下达新的进攻命令 那乌克兰方面之后表示 民众可以在当地6号中午时分撤离 而另一方面 乌军宣布 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等两处地方 向俄军发动反攻 并且预期俄军在9号生日临近时 会加强攻势 那俄罗斯方面表示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多州 有两个村庄遭到了乌方面的一些炮轰 那村庄有部分防射受损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聚首亚素钢铁厂的亚素银武装发放视频 指控俄军破坏停火承诺 连续第三天对亚素钢铁厂发动进攻 俄军火炮 坦克 飞机及舰船 猛烈攻击乌军的阵地 使人在场内避难的数百名平民 无法按计划撤离 俄方发放的视频则显示 多辆俄军坦克在钢铁厂周边地区行走 当地俄军的动向目前仍然未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则否认俄军向钢铁厂开火 表示总统普京并未对俄军下达心的进攻命令 佩斯科夫又说 虽然英美及其他北约国家 不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并提供情报 但不会影响俄方实现 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 而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应对 俄乌战事进入第十一个星期 全面停火仍然遥遥无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5号宣称 乌军在哈尔科夫和19母方向向俄方发起反攻 俄军正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卢干斯克方向 目前乌俄两军在波帕斯纳亚等地区继续激战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靠近乌克兰边界的比尔哥罗德州 有两个村庄遭到乌克兰方面炮击 村庄部分防射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 俄军5日通报再击落了三架乌军战机 并在哈尔科夫州等地击落14架乌军无人机 又重点打击乌方的军容机场 指挥所弹药库等多个目标 乌国防部则表示 随着5月9号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日临近 俄军可能会发起挑衅或加强攻势 乌方将对此加强警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第一副市长波沃罗斯尼克 5号表示 正在开展市内各领域的恢复工作 那期间本台记者也就基建设施的恢复资金 是否到位 燃油短缺 基辅的人口 还有就业市场现状的问题 进行了连环提问 他都一一进行了回答 在5号的记者会上 凤凰卫视就基辅目前的财政状况 和资金是否到位 以及燃油短缺等情况 一连提出了四个问题 基辅市第一副市长波沃罗斯尼克表示 市政府目前还没有收到 中央在城市基建修复方面的拨款 对于市场上的燃油短缺和黑市等问题 他一再强调正在处理 但并未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 你讲的金融资金 请问我 如果你的金融资金 从你的政府政府的财政 支持你 在轮延这市场 我们听到的 财政业 有很多问题 与我们的媒体的电视频 有人保持财政 你能够开市场 更正确的 市场市场 是否判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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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but also you know the liability for that market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 martial law there are the respective responsible agencies who have to respond to this existence of the black market I will say and repeat that the city and its utilitie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fuel, with petrol to provide their services but about the people, the population, you know, we are all moving around the city yes, we have to wait in some lines, but now petrol stations do sell limited amounts of petrol 会上,波波罗兹尼克还向凤凰记者提供了基辅市现存的人口数据 并就服务行业一片凋零的状况做出了解释说明 how many active people continue here in your city in the residency 2.2 million, 2.2 million people currently in Kyiv the service needs this country to run in this city because if this kind of service you cannot improve and how do you bring more people back to this city? we provide services, but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those services is at the level we can provide for example, about 50% of employees which maintain the roads in Kyiv have not returned to their workers yet some of them left, they joined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the territorial defense and they perform their duties there 目前基辅这个城市已有220万人口只是战前的近三分之一 基辅第一副市长也向记者表示 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持城市逐步恢复运作 但同时俄军再度濒临城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凤凰是特别记者杨海英 特别记者李向基辅新闻中心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相关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德国总理府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目前的军事形势 以及援助乌克兰的情况 而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获得大力支持 两人强调不会承认破坏 不会承认破坏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的行动 那么另外德国总统施泰英曼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了电话表达了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德国政府之后表示泽连斯基已经邀请了施泰英曼 还有德国政府的代表团访问基辅 那外长贝尔伯克将会在近期就前往到乌克兰访问 而施泰英曼原定于上月访问基辅 但是根据报道 基辅因为对方过去对俄采取的友善立场而拒绝接待 波兰以及瑞典在5号共同主持了帮助乌克兰国际捐助者会议 并且宣布筹得60亿欧元 可以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还有战后的重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 感谢与会者的大力支持 他同时再次呼吁简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程序 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理事会主席 多国领袖和大使以及联合国和商界代表 都分别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出席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会议 希望能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战后重建和振兴经济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拍摄视频宣布 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 今年援污金额从17亿美元增至20亿美元 增幅达到3亿美元 折合约2.8亿欧元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也表示 意大利此前已经拨款大约5亿欧元 协助于10万名逃到境内的乌克兰难民 并决定将援助金额提高至8亿欧元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会后宣布 国际援助者合共为乌克兰筹集到60亿欧元 国际兰总统 莫拉维茨基形容局势持续恶化 将继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乌克兰 最终一起取得胜利 欧盟委员会同时承诺向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 提供两亿欧元援助 欧委会主席冯德拉恩表示 欧盟希望尽快在乌克兰重建方面做出投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总统赋以失贫方式出席会议 感谢余会者的大力支持 他强调乌克兰需要庞大的财政资源 使政府能够应对其国防 经济和人道主义挑战 他说大规模的重建计划已经准备好 将会需要一个类似二次大战后协助欧洲复兴的现代马歇尔计划 提供国际支持 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盟简化程序 授予乌克兰入盟候选国地位 他表明乌克兰加入欧盟应该成为现实 而不只是一个承诺 泽连斯基同时宣布发起全球在线筹款平台团集二次的倡议 呼吁全球民众通过平台向乌克兰一键捐款 这个倡议旨在用于筹集支持乌克兰的资金 其他项目和计划也将很快加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在5号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将会在近期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而卢卡申科当天接受美联社专访 为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辩护 他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停拱火俄乌冲突 并且指出不能让冲突发展至更严重阶段 卢卡申科指这场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本质上不会战败 而普京不愿意北约直接对抗 卢卡申科强调俄乌冲突还有停止的可能 西方国家应该趁冲突还未变职 阻止冲突升级 卢卡申科不愿意北约直接对抗 卢卡申科强调俄乌冲突还有停止的可能 西方国家应该趁冲突还未变职 阻止冲突升级 卢卡申科又指现在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管理乌克兰 西方特别是华盛顿不停拱火俄乌冲突 如果美国想停在一周之内可以做到 卢卡申科强调不接受战争或对乌克兰使用 卢卡申科强调不接受战争或对乌克兰使用 而且他手努除用核武器又指白俄直立阻止战争 卢卡申科指军事冲突在乌克兰发生 造成人命丧亡 不明白乌方为什么不愿意以而谈判 卢卡申科在访问中提到同普京关系良好 白俄罗斯媒体就报道 卢卡申科将于近期会见普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管理会在5号召开了乌克兰问题会议 在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表示 北约在冷战之后一再的东扩 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 反而是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中方坚决反对北约在世界范围之内 挑起阵营的对抗 在北约安理会论区主席美国的主持之下 联合国安理会5日召开了有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发言中表示 后天就是5月7日 在1999年5月7日 北约曾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导致三名中国记者遇难 20多名外交人员受伤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中方也坚决反对 北约在世界范围内挑起阵营对抗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野蛮暴行 也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从演 冷战早已结束 北约理应审时度势 做出必要调整 固守过时的安全理念 热衷在欧洲 甚至亚太以及世界范围内挑起阵容 阵营对抗 制造紧张局势 这样的做法 既损人也不立即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张军表示 世界不需要新的冷战 也承受不起更大的动荡和分裂 像乌克兰运送武器 不会带来和平 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方法 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 冲突之中没有赢家 对话谈判才是化解争端的必由之路 企图从动荡中获益 在道义上是可避的 在现实中是危险的 终将自食其果 张军还表示 乌克兰冲突的持续 以及全方位无底线的制裁 正在让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众 支付更高的粮价 油价和其他沉重代价 也给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带来不确定性与风险 他呼吁国际社会 能够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有效管控冲突 所带来的外溢影响 凤红卫视 陈银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 郑浩先生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杨子 北约的持续扩张 到底对维持国际和平 都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知道呢 俄乌战争呢 已经持续了70多天 从当前的战争 或者叫冲突吧 各方面来看呢 仍然是按照 过去我一直强调的 三个层面来进行当中的 一个就是战争本身 就是在乌东地区 各个战场 目前的战争 仍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没有这个停止 或者是放缓的一个迹象 第二个层面呢 当然就是经济方面的 主要是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了 一波比一波 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 而这个战争 引起的全球经济的 很多的一些挑战危机 那么也在显现 第三个层面呢 当然就是外交方面 那么无论是莫斯科 和西方国家 隔空喊话 或者采取各种相应的 外交的反制的措施 都是在外交这个层面 来进行当中的 那么刚才我们 以上各种新闻 也可以看出 其实呢 所有的动态的一些发展 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战争本身 经济方面 以及外交 这个三个领域 来进行当中的 我特别注意到呢 就是中国驻联大的代表张军 在案例会上的发言 再次的指出了 这次俄乌冲突的 它的本质的问题 就是因为北约 不断的通扩 造成了这个地区的 战略上的不平衡 以至于让俄罗斯呢 感受到了 自己国家 核心利益 受到了威胁 因此呢 采取了这样一个 特别的巨事行动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因为北约 长期以来 只顾自己的安全 网顾其他国家的 安全的关切 利益上的关切 而造成的 平衡一旦打破的话 当然 就会造成一种不平衡 而这种不平衡的 发展的方向 带来的结果 产生的影响 它都是不确定的 这也是正如 这个白俄罗斯 总统所说的 那么战争 到目前为止 还有可能会 进入一个恶化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反思 就是北约东扩 它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北约东扩 它的一个实质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 自身的一个防卫 防范 还是为了东扩 而对俄罗斯 采取更加主动的 一个进攻呢 这个呢 也是学术上 一再进行研究 探讨的一个话题 那换句话说就是 北约东扩 它的一个实质的目标 是为了 加强自身的力量 而采取更加主动的 一个进攻俄罗斯 打击俄罗斯的政策 还是因为 俄罗斯咄咄逼人的 这样的一个国防策略 特别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所采取的 一些强硬的军事行动 造成了北约集团 内部一种恐慌 觉得应该加强联盟 自身的一个建设 来共同抵御 可能来自某次国的一个威胁 这个呢 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当然呢 我也不持立场 也不去分析 究竟北约 东扩是为了 要进攻俄罗斯呢 还是为了要防范 自身的安全 但是呢 从当前 俄乌冲突 这样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来看 有必要 来对此加以研究 特别是 军事集团 安全集团的这样的一种建设 是不是真正的能为自己 带来自身的安全 样子 好的 了解 以及接下正好先生的 定评与分析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以色列和俄罗斯的 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就最近两国的一些分歧 进行了沟通 那香港电台的消息说 以色列总理贝尼特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经为俄外长 拉夫罗夫之前所声称的 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 有犹太系统 这个言论进行了道歉 而贝尼特呢 与普京通电话后又说 已经接受了盗窃 感谢普京澄清对犹太人的态度 以及对大屠杀的记忆 而克里姆林宫呢 是未有提及普京盗窃 只是说双方是讨论了 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除了讨论相关议题之外 另外贝尼特在通话当中 又要求普京允许在乌克兰南部 马里乌布尔 亚族钢铁厂内的平民撤离 普京则回应表示 俄军将会一如既往的保障 平民的安全撤离 那基辅当局也应该去下令 钢铁厂内残余的首军 放下武器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焦点 那美国这两天持续关注的是 美国高院支持推翻堕胎权 判例的草案 被泄露的时间持续在国内发酵 另一方面呢 美国能源部对战略石油储备 又有了新的措施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 驻纽约记者直播社的记者陈飞飞 飞飞你好 接下把时间交给你了 飞飞 主持人好 那首先我们是关注到 美国国会参议院下周将表决 是否将最高法院的堕胎案判例 编转入美国法典 虽然相关动议有望落败 但是民主党领袖指这是迫使共和党人 就堕胎权明确表态的唯一方式 共和党议员则聚焦高院文件泄密事件 强调民意严重分裂的情况下 司法独立 受到威胁 最高法院或将推翻堕胎案判例 事件余波未平 全美各地爆发多场抗议活动 几天来高院外的示威者源源不绝 高院外围连夜架起金属围栏 类似于去年国会大楼遭到暴力示威者 闯入后 当局在国会山周边搭建了安保屏障 在当前民意严重分裂的现状下 国会两党也对此发出强烈反响 共和党人反复谴责高院多数意见书草稿 不过年日来共和党人都对是否应该维持 堕胎案判例避而不谈 激起民主党人的施压行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书莫5号宣布 全院将在下周表决是否审议法案 将高院堕胎案判例 编转入美国法典 主流媒体预计这项动议 因达不到60张支持票 而无法跨越提案门槛 有望落败 书莫则打算借此迫使共和党议员 就堕胎权明确表态 综合多家媒体和民调机构 本周执行的调查 大部分选民希望维持堕胎案判例 但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也私下承认 他们可以采取的能够产生实际影响的选择并不多 书莫也没有表明是否打算修改议实规则 来推动立法保障堕胎权 白宫和民主党人则不断呼吁民众发声 有法律人士认为 一旦堕胎案判例被推翻 高院的其他涉及民权的判例 包括同性恋婚姻 生育计划权 跨种族婚姻等权益 或将岌岌可危 凤凰卫视陈丽南疆域华盛队报道 1973年 美国最高法院对具有里程碑异议的 罗素韦德案作出裁决 九名大法官以七票赞成 两票反对承认女性的堕胎权 受到宪法保护 影响全美50个州的罗素韦德案 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德克萨斯州一名单身女性 麦科韦第三次怀孕 她萌生了堕胎的念头 麦科韦16岁结婚 怀孕不久后分居 她将第一个孩子的监护权 交给了自己的母亲 之后将第二个孩子 交给别人收养 直到第三次怀孕 她决定堕胎 由于德州法律规定 除非怀孕危及生命 或因性侵或乱伦而怀孕 否则终止妊娠 构成犯罪 麦科韦尝试非法堕胎不成功后 在两名律师帮助下 化名简罗 起诉达拉斯县地方检察官 亨利·韦德 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 侵犯了他受宪法保护的 个人隐私权 案件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 大法官们以7比2的票数 判定减罗胜诉 最高法院认为 德州反堕胎法律 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 正当程序条款 是对宪法性权利 隐私权的无端侵犯 裁决指出 隐私权的范围广泛 足以涵盖女性 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 这一裁决 承认了女性 选择是否堕胎的权利 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 相当于承认美国堕胎合法化 法院并在裁决中指出 在孕早期阶段 能否堕胎 应交由孕妇和医生决定 各州不应干涉 孕中期时 各州可以规定 与孕妇健康相关的堕胎程序 到孕晚期 也就是胎儿能够脱离母体 独立存活时 各州可以规范或完全禁止堕胎 不过裁决一直引起争议 例如宪法中并未提及堕胎权 那么堕胎权是否受隐私权所保障 此后几十年 堕胎在美国社会 仍是争议重重 辩论不休的话题 支持堕胎者认为 罗素维德案是一场胜利 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女性 或因在非法诊所堕胎 而危及健康甚至生命 女性有自由决定自己的身体 自由选择堕胎 也被视为平权斗争的重要进步 反对者则认为 胎儿也是生命 生命权也应受到保障 堕胎无异于谋杀 而麦科威本人 一度成为支持堕胎阵营的重要人物 多年后却立场大转变 成为堕胎权激烈反对者 直到2017年临终前 他才自白 立场的转变是由于 收取了数十万美元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能源部5号室宣布 将会从今年秋季开始 招标回购6000万桶石油 以补充战略石油储备 拜登政府此前曾宣布 释放部分储备 以应对飙升的油价 美国能源部当天表示 将于秋季开始招标 因此实际交付要到 未来某个时间才能进行 彭摩社员以之前是报道 考虑到市场结构和动态 第一批采购的交付窗口 可能在2023财年之后 此次回购旨在补充 已指定在5月至10月期间 释放的1.8亿桶原油中的三分之一 美国能源部表示 交付将基于预期的市场状况 并考虑到未来油价和需求 预计将显著降低的时间 此外 美国能源部表示 将开始制定一项规则 扩大回购规定 以允许采用具有竞争力的 固定价格投标流程 替代传统上使用的指数定价 美国总统拜登3月下令 释放1.8亿桶战略原油储备 相当于在5月到10月的6个月中 每天释放100万桶石油 以控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飙升的能源价格 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前 油价就已经在持续攀升 美国能源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是世界上最大的紧急供应 是保护美国经济和消费者 免受国内紧急情况 或所谓石油独裁者 将能源武器化而造成的 供应中断的宝贵工具 凤凰卫视王悠悠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 美国媒体的其他关注焦点 CNN报道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白宫副新闻秘书皮埃尔 将会从下周起接替普萨基 成为新任的白宫新闻发言人 并且将兼任总统助理 皮埃尔将成为 美国历史上首个非议 同时也是首个LGBTQ的新闻发言人 去年5月他曾主持 白宫每天的记者简报会 而据报道普萨基的离任之后 下一站是MSNBC电视台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 ABC市报道称 美国FDA周四宣布 将限制强生新冠疫苗的授权使用范围 因其存在血栓风险 FDA规定只有那些18岁以上 无法接种FDA批准的其他新冠疫苗 或者只愿意接种强生的18岁以上的人 才能够接种该疫苗 去年CDC就曾经建议公众 优先考虑辉瑞或莫德纳的新冠疫苗 最后我们来看纽约时报的一则 陈渊昭雪的报道 纽约市的一名男子 威廉姆斯在自己19岁的时候 被指控谋杀 入狱24年后 终于被洗刷冤屈 并且因此获得了纽约市政府 将近1000万美元的赔偿金 事情的转机是在谋杀案的一名 关键目击证人士 推翻了此前的口供 称当时的警探迫使他指认威廉姆斯 那么这名警探据称涉及其他多起类似案件 纽约市政府为和解威廉姆斯的反诉 决定给予巨额补偿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现在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好 也谢谢菲菲 带我们了解到了今天美国方面关注的重点资讯 稍后会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疫情防控形势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内地尽管疫情多点散发 辽宁省营口市五号几时是封闭式管理 而黑龙江省则是逐渐地解除主城区 社会近代化管理 守卫马里波尔钢铁厂的亚索营部队 指责俄军继续不停轰炸 使平民无法按计划撤走 卢卡申克接受美联社专访 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辩护 他认为西方应该阻止俄乌冲突升级 而非不停地拱火 约翰逊会见安田文雄 双方签署互惠正如协定 旨在提高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美股在周四暴跌 涌现了恐慌性抛盘 导致收盘跌1063点 而纳指下挫经济5%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关心湖南长沙市居民 自建坊倒塌事故的后续消息 其实目前已经发现26名遇难者 一共有10人获救 长沙市长郑建新 5号晚上在他楼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核实遇难者的身份信息 开展善后工作 他表示自从5号凌晨救出第10名被困者以来 救援人员继续开展现场的救援 还有清理工作 并且加大了静默探测的持续时长和频次 不放弃任何一个发现被困人员的可能 而自从4月29号事发之后 长沙市就全面开展了住建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的大排查 大整治 截至4号 一共排查居民自建坊超过40万栋 对于排查出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正在按照分类处理的方法来推进整改 再来关注的是针对美国媒体发布的涉台不当言论 郭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号应讯时表示 美国媒体有关报道蓄意断章取义 外曲事实 企图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剧性邪恶 朱凤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作为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侵战 朱凤莲强调 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在祖国大陆日益强大的今天 搞对抗 谋分裂 不过是痴心妄想 只能是死路一条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进入到陈早财经 美国股市在周四遭到了血系 投资者担心的是美联储之后 依然需要通过不断的加息来抑制通胀 再加上经济数据不佳 拖累三大指数全线下措 这也结束了之前连续三天上升的局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大跌超过1000点 收爆32997点 跌幅是达到了3.12% 也是创下了2020年10月28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而标志中场下跌3.56% 科技股大跌更是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 暴跌4.99% 也是创下了2020年6月份以来的最差表现 美联储一如预期加息半离 同时表明未来几次不会扩大加息幅度 不过周四发布的第一季度 非农生产率暗计下滑7.5% 创1947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显示劳工成本仍然上涨 并让通胀持续高企 市场深信当局仍然需要多次加息半离 加上申请失业就基金人数比预期的多 都影响市场信心 道琼斯工业指数低开206点 已是全天的最高位 随后跌幅进一步加深 午后最多下跌1375点 但尾盘跌幅收窄中场收报32997点 下跌了1063点 跌幅3.12% 创下了2020年10月28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板块全线下挫 当中非必需要消费品板块领跌 电商100亿预料第二期的营收差过预期 股价急跌超过11% 成为拖累大盘的主力 标指中场下跌3.56% 科技股大跌 更拖累纳斯达克指数暴跌4.99% 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虽然大盘皮弱 不过特斯拉总裁马斯克表示 已经引入更多投资者支持他收购推特 使推特股价逆势上升超过2.6% 市场注视周五发布的4月份非农就业数据 分析师估计新增职位会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美股在周四的暴跌 对于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详情来看一下本台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四的走势中 星期四美股三大指数是下跌低开之后 全天一路走地盘中倒置跌幅是超过1300点 而且纳指跌幅也是接近700点 投资人忧虑通胀失控 虽然联储在星期三的货币政策决定之后 美股市场出现了比较正面的反弹 而且联储主席在昨天 也就是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似乎否认了有75个基本点提息的异象 但是在星期四 投资人认为75个基本点提息的可能性 是可能不可避免 因为在星期四公布的经济数据 显示美国通胀压力还是相当的大 工业产出是75年下降幅度 最快的是7.5% 而工人薪资则是40年以来增幅最大的幅度 同比上升11.6% 环比7.2% 所以认为物价上涨的可能性 还会在需求上升的情况下继续攀升 同时在各行业类股当中 标准PRO500指数 11大行业股全面都是呈现走跌 而领跌的是消费型类股和科技类股 消费型类股跌幅达到5.81% 科技类股下降4.93% 而道琴四平均工业指数30个成分股 也都是全面呈现下跌 跌幅最大的要算是Southforce.com 一个科技云算公司 十年商店收益率 全天都是一路走高 盘中一度上涨了3.17% 收盘时是3.03% 石油价格上升0.47% 是108.35美元一桶作收 而黄金价格上升0.5% 1878.60美元一盎司作收 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四 是一片腿气 三大指数低开之后 重挫下跌作收 以上是新一丝情况 凤红一只旁者有言报道 财经消息再来看一下 今天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 加息0.5厘 力度呢 视为200年以来的最大 市场估计 美国今年最少仍有 1.5厘到2厘的加息空间 尽管香港主要银行 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 但是呢 地产界的人士预计 随着美西的急步上扬 香港无可避免有加息的需要 而今年有可能会加息一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 关注加息对市民的公楼影响 他认为香港住宅物业呢 已经过半数没有按揭贷款了 那近期新造住宅的按揭贷款的 平均公款数 对比收入数呢 比率处于37% 而且都通过加息三里的一个压力测试 这也反映出系统风险 是多方面管理当中 不过在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 失业率偏高 以及很多市民收入受压的环境之下 对于部分正在公楼的小业主来说 加息将会增添公楼的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英国央行 英格兰银行 虽然是易如玉器的加息 但是警告高通胀 会令当地的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拖累英镑对美元汇价 急跌超过2% 也是创下了接近两年的新低 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以6比3决定 将指标利率由0.75厘 上调25个基点到亿厘 也是2009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 英格兰银行指出 生活成本高企 通胀率很可能在第四季 升至超过10% 并且使今年第四季经济 收缩接近1% 而明年经济也可能倒退0.25% 受到经济前景的不明影响 英镑对美元的汇价 周四大跌超过2% 也是失守了1.24关口 触及到2020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 感谢观看